唐三攻破嘉陵关 追击千刃血 大片大片的乌云在嘉陵关上空凝聚 雨滴从天而降 刚开始的时候还只是小雨 可很快就变成了一场倾盆大雨 猛烈地冲击着嘉陵关 碧林蛇黄毒虽然剧烈 可在这倾盆大雨之下 绿色的雾气立刻就淡化了下来 渐渐在雨水中消失 一层蓝蒙蒙的光芒从天而降 笼罩了整座嘉陵关 唐三平淡却冲出了威严的声音 随之响起 嘉陵关武魂帝国所属 旧气头香香可免一辞 赴于顽抗上不射 试图逃顿上不射 眼看着雨水冲刷已经完成的场合 唐三左手一挥一道蓝光冲天而起 所有的毒素在海参三叉戟的引导之下 朝着高空而去 唐三抬起左手 一点金色的火星出现 所有的剧毒也在那剧烈的燃烧中 悄然消散了 当郎一声响 第一件兵器扔在地上 同样的声音如同雨后春色的一般 飞快传开 武魂帝国的士兵开始纷纷放下他们手中的火器 跪倒在地 投降之声此起彼伏 陛下 嘉陵官就交给您了 我要去追杀千人血 彻底铲除武魂帝国最后的希望 学生公众老师 独孤前辈 近日这一战多亏了您啊 您的剧毒让我却伤亡大大降低 也直接瓦解了对手的事情 论功劳 除了老师之外 您应该去守攻 彼下 老夫实在是会不敢当 能放或能收 产生成大祸 幸亏小怪物能够将那些剧毒处理 此的话 老夫恐怕又成了千古罪人 千古罪人倒说不上 屠夫的称号也许逃不了了 很快 唐三就看到了如同丧家之犬 一般逃出嘉陵官的武魂帝国 不分将士 但就在唐三追赶武魂帝国 仓皇逃窜的这些士兵时 他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因为在这一刻 他突然失去了对千人血的感应 仿佛他已经从这个世界上脱离了 唐三立刻加强自己的神念搜索 唐三的搜寻 持续了整整的一个时辰 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唐三知道 自己怕是找不到千人血了 唐三心中 不禁有种 纵命归山的感觉 complaining 别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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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